没有一处恐怖画面 看完后却让我有了强烈的神力不适 最可怕的是 他真知道让人感觉就是随手拍的 人死了指甲真的会继续长吗 以上这些评论都来自于不思议录像 下面给大家带来里面五个 最让人毛骨最大的故事 2018年六个医学院的同学 在实习期间相约周末小聚 到了晚上八点所有人都到了 但有一个叫梁小的却一直没来 没多久大家就有点等得不耐烦了 再加上刚上来就停电了 有人就开始用照片恶搞梁小 并拍照给他开让他快点来 但奇怪的是梁小不接电话 也不回他们的信息 接着此行此景班长李薇提议 每人讲一个鬼故事边讲边等 李薇先开始 他讲的是南大碎尸案 听完后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接下来是韩成 他讲的是1915年 英国八百个士兵 集体消失在雾里的恐怖事件 讲完之后他还不忘提醒大家 说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人 平白无故的就消失了 轮到好威时他没有讲故事 他说我怀疑梁小和对象吵架了 所以才想手机关机娃消失 因为就在前两天 我听一个巨靠谱的人说 梁小被一个男生给表白了 而且据说那个男生还挺帅 大家听完既好奇又震惊 不停地追问他那个男生到底是谁 好威说他也不知道 但告诉他的人巨靠谱假不了 班长李薇说不可能 梁小好像和他对象马上就要结婚了 但这个瓜实在太劲爆 引起了大家的激烈讨论 难道 真的 真的 可靠消息 真的假的 谁干 不能吧 但一旁的韩晨好像有点听不下去了 他起声说去给手电筒换个电池 顺便上个修间 韩晨走后 其中有个同学说他有点事先走一步 以为让他顺手把垃圾带下去 只是好威突然提议 说要不然我们假装离开 然后藏起来吓吓老韩 其他人也觉得今天这个气氛很难得 说完他们就假装去和韩晨告别 我们先走了 我女朋友给我打电话了 然后来到门口 江湖假装打开在关上 之后他们便各自藏了起来 藏之前还在客厅放了一部手机 准备随时录下韩晨出丑的样子 没一会儿 习友间传来了冲水声 韩晨回到客厅发现人都走了 他拿掉了香氏茶器上的垃圾带 然后奇怪的打开了香盖 并诡异的向里面看了一眼 然后就向里屋走去了 藏在屋内的同学等了很久 发现屋内突然没有声音了 便都跑了出来 他们来到客厅 发现放在客厅里的茶器原来是个箱子 而且还被打开了 等他们将灯光照相里面的时候 所有人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因为两小扭曲的尸体 就被放在了他们刚才在上面吃饭的箱子里 就在他们还来不及做下一步反应时 韩晨拎着一把刀和一个编织袋 出现在了他们身后 他怎么都想不到 这个玩笑开得实在太大了 看来一个袋子是不够了 第一个录像到此结束 不知道大家看明白了没 从几位同学手机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出 梁晨应该是提前陷道的 然后让韩晨给杀了 原因就是那个向梁晨表白的男生就是韩晨 大概率是韩晨有性别认知障碍 在充斥着哈尔蒙的大学校园里 他的大学生活一定很拧巴 毕业前他鼓足了所有勇气 第一次忠于自我 然后他向自己的好哥们表白被拒 无论是被拒绝后的打击 还是此事传出去后 会成为好朋友和同学之间的笑柄 这些对韩晨来讲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如果再加上他和梁晨沟通的并不顺畅 无论是失手还是有意为之 就很容易造成这样的悲剧 以上几是我个人的主观理解 如果你看过原片或者有不同的见解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讨论 肢体应该是接下来的四个故事里 最好理解 口味最清淡的 后面的故事就要请大家认真看细节了 因为一个比一个重口 有很多细思极恐的细节当你看懂后 结合剧情回想起来 肯定会让你全身起鸡皮疙瘩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故事 月儿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们从小就在一起 每次和她出来旅游 我都希望能和她永远在一起 民宿是我特意为她选的 看样子她非常喜欢 可就在照镜子时 我发现她换掉了我送给她的手机壳 不过她看我不高兴 还是会主动过来哄我 月儿还是像以前一样 一进屋就喜欢光着脚 我这种被给她拿拖鞋时 她的脚就被扎了 我急忙上前看她有没有伤到 结果让我们都没想到的是 扎到她脚的 既然是一些被剪掉的指甲 看着好恶心 月儿问我这个房子是多少钱找的 怎么连卫生都没人打扫 她说她要给老板打电话 还要投诉他们 但没想到的是 那个民宿大麻烦比她还凶 对方坚持说自己绝对打扫了 一直到晚上月儿都很生气 说自己吵架没有发挥好 今天只能在这凑合一晚了 正说着月儿似乎又猜到了什么 她府下身查看时 不经意间扫了一眼床底 然后她睫毛用拖鞋轻轻一滑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堆密密麻麻的指甲 看得我直犯恶心 月儿拿起手机直接照向了床底 床下竟然还有更多 我俩整个人的头皮都麻了 我这辈子都没剪过这么多指甲 这带多少人才能剪掉这么多的指甲 不过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 卧室外突然传来了剪指甲的声音 我本来想报警 但月儿已经打开了门 我跟她来到了厨房 却发现声音是从另一间卧室传来的 我俩捏手捏脚 来到了卧室的门口 就在灯光照相卧室的一瞬间 在小卧室的床角 一个全身赤裸的女儿 都在那里不停地剪着指甲 灯光惊动了她 就在她回头的一瞬间 我的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 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再次醒来 发现小卧室里什么都没有 但我来到墙角 果不其然那里出现了一堆新的指甲 我急忙叫月儿过来看 月儿过来看 月儿 但月儿并没有回应我 我找遍了厨房和客厅 最后来到了我俩居住的卧室 月儿的包还有她打开的水都在 但月儿却没了 开门 开门来开 我是月儿的男友 月儿失踪了 几天前她和好闺蜜出去旅游 这家民宿是他们最后住过的地方 我赶到后一个大妈正在收拾屋子 得知我是来找那两个女孩的 她就开始不停地抱怨 说你看屋子让他们糟蹋成什么样了 害得我好几天都没法租出去 我没时间跟她废话 因为从月儿最后给我发来的信息看 她肯定是在这里遇到了危险 我快速地检查了所有房间 在我时我发现地上有张卫生纸 上面写着一串密码 我快速地装进了兜里 随后在洗补间的旁边 我又发现了一个锁起来的房间 大妈看我要强行打开 急忙过来说那是储物间 然后连拉带踹地将我推了出去 出来后我在楼梯间一直等到她离开 然后我按照卫生纸上的密码 很顺利地打开了门 进去后我直接来到了那间被锁起来的房间 我刚准备将她踹开始 突然门外又传来了开锁的声音 那个大妈又回来了 她刚进屋就对着屋里大声说道 姐呀 这一次你把的事儿弄到大 安丽呀 工的连动满子 咱们都怀着你吧 眼睛就像个闯门的 哇 这跟你说了多少遍 让你在里边好待着 好了 出来吧 姐 姐 你去哪儿了 姐 姐 姐 你去哪儿了 姐 姐 你去哪儿了 姐 姐 她的声音越来越远 我刚准备起身去报警 这一集在不思议录像中 其实是两个故事 分别是指甲和骨肉 因为这两个故事用不同的视角讲的是同一个事 所以我把它们放到了一起 接下来给大家简单的捋一下 其实这个故事最容易让人发散和解读的点 就是到底谁杀了月啊 从录像展示的部分来看 其实是那个半人半鬼的疯女人 但如果从闺蜜和民宿大妈的字数来看 闺蜜也有可能是杀人凶手 下面让我们先假设是那个疯女人杀了月啊 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整个故事并不复杂 民宿大妈不想花钱 将自己精神有问题的姐姐 圈养在了民宿的储藏室里 这个风姐姐她有个奇怪的癖好 就是喜欢剪支架 而且她不仅喜欢给自己剪 还经常半夜跑出来 趁房客睡着后给房客剪 如果惊动了房客被发现后 她就会直接将人杀掉 然后留着尸体慢慢剪 因为人死后身体脱水 皮肤收缩 支架就会大面积的暴露在外 会给人带来一种还在长的错觉 所以民宿的床下和地上 到处都是被剪掉的支架 这天出现了两个新的受害者 就是我们的主角月啊和她的闺蜜 很有可能是因为旅游忘记 民宿大妈来回穿梭于七间民宿 打扫的时候肯定有纰漏 所以月啊和闺蜜不小心发现了支架 还有那个疯女人的秘密 随之就招来了杀生之祸 他们被袭击后 疯女人将他们关进了储藏室 在储藏室里 疯女人先杀掉了月啊 然后在那给她剪支架 从红蜜中醒来的闺蜜 看到了这个场景 然后肯定还看到了 其他被剪掉支架的尸体 所以整个人被吓得精神失常 她误打误撞 疯疯癫癫癫的逃出来后 否认就说你知道吗 人死了之后支架还会长 以上就是录像里所呈现的故事 不过网上也有很多人说 是闺蜜杀了月啊 大致的理由就是阴爱深恨 还有闺蜜神经质的字数 我个人觉得这个角度 也有说得通的点 但是当你真正推倒下去 发现脑洞确实太大 你得推翻部分录像的真实性 还要给出这些 都是月啊幻想的结论 其实本来这些 就是导演有意而为之的 导演从来没有想过 要给观众一个明确的答案 其实你也应该能感觉到 每当录像中的剧情 发展到关键节点时 它就会戛然而止 要不出现黑屏 要不就是当事人出来自述 不过我倒觉得 这是整个不思议录像的 巧妙之处 每当你以为自己猜对了 当事人就会出来 给你讲一段反逻辑 逆思维的话 让你摸不着头脑的同时 发觉的很高级 不思议录像 绝对是国内目前 最顶的伪纪录片 同时也是2019年 出圈的现象级爆款短剧 整个团队不仅专业 而且都是科班出身 创作水平也非常高 我认为导演的黄金期 就是能用专业技能 拍出理想化作品的 这段时间 过了这个时期 就是一个风水岭 不思议录像 去年9月就已经开拍了 大概率今年就能上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看看 这个团队的其他作品 如果这期大家喜欢的话 下期继续给大家带来 不思议录像 后面几个 同样十分精彩的故事 到时候我们再展开 讲讲整个系列 以及他台前幕后的故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希望大家能点赞 关注支持一下 我是皮肤 下期见